策划费我已经给得很低了 没有啊 我觉得你这个策划案里面 其实有很多费用 是用不着这样的 场景布置这一块 你干嘛选这么贵的鲜花啊 我觉得 普通的杨洁梗就挺好的 效果其实差不多的 是 这些看不见的区域 人都没有 还选这么贵的鲜花 干嘛呢 仿证花 仿证花行吧 那你们作为婚庆公司 应该有这样的道具吧 你确实有 不太好了 就换成仿证花 还有 我接着跟你说啊 就是这个迎宾部分 我不喜欢那样的风格 我喜欢简单的 低调的 大方的 盛总啊 长盛家大业大 小钱上 你说长盛的钱 不值钱吗 长盛的钱难道是 大风刮来吗 况且啊 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权利 以最低的价格 买到他最想要的产品 对吧 对 这是我给过最低的价格了 我们呢也是挑自己喜欢的风格 那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恭喜恭喜啊 到时候见 盛总 我还要说你呢 你可以啊 我在常盛砍价说的话 你都记得啊 当然记得 马经理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长盛的钱不是钱吗 是大风刮来的 长盛是消费者 消费者就有权利 以合理的价格 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吧 你跟我说实话 当时有没有觉得 我特别的咄咄逼人 非常地不好接触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啊 你的能力太优秀了 我只想把你挂到常盛了 有眼光 也很像你平时 公事公办的价格 还有啊 婚礼用的餐食 酒水 我就让常盛包办了 那婚礼用的蛋糕 我就请我们来准备 你这个对 你让开 哲铃 我们俩就要结婚了 我到现在还有点反应过来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我没觉得我 我反而觉得 时间太慢了 盛总 您找我 盛总 您给我S啊 盛总 您给我S啊 这个季度你完成得不错 从这个月开始吧 给你加薪 谢谢盛总 还有 周末是我婚礼 你给我做伴郎吗 伴郎 不情愿 没有没有没有 我愿意 我肯定愿意啊 盛总 您放心 伴郎这个工作 我肯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完成 给你做了一套西装 你试一下 看合不合适 那我先走了 盛总 那我先走了 盛总 加了 盛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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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是不是有点胖了呀 谁说胖了呀 多好看啊 对了 哲宁跟夏浅 她结婚了 你对婚礼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我都想好了 我想跟你旅游结婚 我们都没一起旅游过 跟我想的一样 你看 云南怎么样 不管你想去哪里 我都会带你去 你真好 快点 睡一清 睡什么呀 我好不困啊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那个 明天早上呢 婚纱是一早就送到酒店去了 化妆室是八点到 胡叔呢是七点半来接你 你早睡啊 别迟到了 还有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喝水了 省得面子脸也肿炎也肿 你又该说丑了 这要谢谢 我会被摆在你 尾不下 屎的 最后见了 我真的带你